心全 灵修默想 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平安 主耶稣基督说 谁引了我给的水就永不再渴 我给的水将在他心中成一泉源 永流不止至于永生 得志并肩 主耶稣基督说 孩子 求知欲原是一种自然而正常的心理 但是除非那些知识 真能帮助你善生 否则你尽可不必去追求了 在我的眼中 一个遵守我圣训的朴实工人 远胜过一个轻忽我诫命的 学士渊博的著名教授 你每天的生活就是你奔向永远的一段路程 凡事能帮助你赢得天堂的知识 都是最重要的知识 你越认识我 越明晰我的道理 就越能备受恩宠 至于其他的一切知识 是否应受到重视 则要看他们是否有益于你 以及他们能如何地帮助你 度一个更圣善 更有益的生活 事实上 在你追求的事物中 有许多对你个人的生活 并无注意 也毫不重要 努力除掉坏习惯 改正行为 比高谈阔论更好得多 谁都知道 如果你只是谈论圣善的生活 你也许能给别人很好的印象 可是你没法瞒住我 因为我认得你的真面目 我了解你的实际情况 只有你在日常生活中 肯努力遵行我的圣训 你才是伟大的 让我们一起默想 有人为知识而重视教育 他们认为知识就是人类最大的成就 其实他们错了 知识如果不能用来陶冶人格 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知识应该用来扩大我的人生观 增加我对人事物的了解 进一步还能帮助我 准备领受天主的圣宠 如果教育使我变得更自私 更骄傲 如果教育使我看清别人 那么教育反而为我是有害的了 真正的知识 应该是能帮助我赞赏天主美妙的造化 进而激发我向真善美追求之心 而度一个圣善的生活 让我们大家一起祈祷 天主圣神 我的天主 请用真善之爱与健全的知识 启发我吧 请指示我 叫我尽己所能地 去按照我所学习到的真理而生活 在你眼中 那些能纯守引证圣经的学者 并不如那些能在日常生活中 实行圣经的人们更伟大 主啊 请明白指示我 如何完全隶属于你吧 请勿让其他的知识 蒙蔽了我的眼睛 而是我看不见你 亲自传授的 这重要的最高知识 阿们